说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它主要负责俄罗斯国内的反线别,打击恐怖主义等工作,其前身就是著名的克格勃组织。 据了解,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直接对总统负责,局长和副局长都有总统直接任命,这个机构人员大约在3万人左右,而且拥有先进的重型武器,加上其工作效率比较高。 所以许多人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英国的军警六处以及以色列的摩萨德,并成为世界四大情报机构。 然而俄罗斯联邦调查局在数日前却出了一个不小的乱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31日报道,当天,俄罗斯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导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而这次爆炸的地点,就是位于俄罗斯联邦调查局阿尔汉格尔斯克分局的大楼门口。 据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州站伊格尔奥尔洛夫表示,这次袭击是有预谋的,犯罪分子提前将炸弹,安装,在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分局大楼门口的隐蔽地点。 当到达设置的时间之后,这个炸弹就会发生爆炸。 目前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已经发出了紧急通告,交求当地市民注意安全,同时伊格尔奥尔洛夫再番强调, 这次爆炸是一次血击事件,而被宣誓演习。 这击事故发生之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立即派出了人员进行调查, 同时俄罗斯军邦也派出了军队和伴罪分子。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这次爆炸事件是对安全局的一次挑衅, 俄罗斯必将对此事进行全面处查,却不会放过作案者。 目前,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已经宣称戒严,人员出入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同时,安全局的调查人员已经调出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分局大楼门口的监控视频, 他们需要对出现在该地区的人逐一排查,最终找到作案者。 由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直接对总统普京负责, 所以在事发的第一时间内,一份关于爆炸的报告就已经放在了普京的办公桌上。 而普京对于此事也是相当的重视,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是俄罗斯打击国内恐怖主义最重要的机构, 有人却公然在骑打楼门口进行恐怖活动。 这对俄罗斯联邦调查局来说,无疑是一次挑衅,俄罗斯怀疑, 这次袭击与活动,在俄罗斯境内的恐怖分子有关。 不过目前俄罗斯还不知道这些策划这次袭击的是哪个组织, 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也派出了专员调查。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